隨著台灣步入高齡社會 使用輔具的需求也逐漸提升 但面對市面上各式各樣的輔具 在各將廠商的價錢與功能 無法明確比較的情況下 許多人往往不明白 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於是輔具家的創辦人劉敏儀 在2017年的5月 創辦了免費資訊平台 在這裡 民眾只要停達簡單的問卷 就可以依照需求程度 在平台上找到最符合自己的輔具產品 而價錢和販售的地點 也能一網打盡 我們知道這個一定要商業平台 才有可能成功 因為不然等於彼此之間的競爭力 就是所有廠商之間的那種良性競爭 是很難被激發出來的 承認至於政府部門的劉敏儀 發現需求者所面臨的問題 在於廠商各自為政的情況下 消費者往往不清楚 不同輔具間功能與價位的差異何在 所以我知道其實國內是有很多可以幫助 這些行動稍微有一些些不方便的人 其實是有這種東西 然後價位也不是全部都是貴的 它有貴的也有便宜的 對 那可是就覺得 不管我們這些專業人員 我們再怎麼認真努力 好像覺得那個產品資訊 好像推廣的力道 都是一個一個這樣很有限 走訪一趟新北輔具中心 發現許多人 連去哪裡購買輔具都不清楚 已經行動不便的他們還要周冊勞頓 所以要找都是從醫院的資訊員 從醫院的科檢科去問 或者是房間也在賣醫療器材 那以前的醫療器材也沒有在賣這些 很少賣醫療器材 所以都是從半年看一看 然後才會看到有 然後再慢慢慢慢去問 要不然就到醫院居的餐廳 居有全身物 有這麼多種類 然後又散落在200多家以上的原廠 所以就等於 除非我是一個超有概念 我才知道 如果我要找氣墊船 那我找什麼平台 我要找什麼平台 你不要原理上它的官網 你就知道它哪裡有能賣 因為這種都是像 哪一台如意它有原廠 那原廠呢 它又分到很多店家 我們大家看醫院附近 不是很多店家嗎 它可能是跟這個原廠有配合 但是原廠又有很多形式 我覺得現階段就是資訊落差 就是光是資訊落差這個就是 那輔居家就至少先彌補了 那個資訊落差 然後接下來呢 其實輔居家這個值得1.0 其實我們對2.0 3.0 都已經有想法了 就包含像說 我如何去評比各式的服務 對我我覺得 這個就是接下來非常重要的關鍵 觀看